这是信德的流露 不是古人定的 不是他发明 他的著作不是的 这是每个人自信的信德 现在虽然丢了 你只要提起来 每个人都欢喜 我们就晓得这是信德 你看在中国丢了差不多将近一百年了 我们在汤池就用弟子规做个实验 三个多月 这个小镇民风 就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了 我们非常惊讶 证明两桩事情 哪两桩呢 第一个证明古人讲的 人性本善 证明这桩事情 人性是善的 可惜没人教他了 他学坏了 第二个证明呢 人是非常好教的 不难教啊 怎么那么短的时间呢 他良心就发现了 人真有良心啊 就是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 做一个实验点 做一个好榜样 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 看 看古人这种教学的方法的时候 你看到东西好不好 现在要不要 做出榜样来给人看 大家看 大家看到都欢喜 都真的 说明 古人东西有价值 现在人所思想的 有问题 古人东西经得起 五千年的考验 现在科学都办不到 科学几年之后 有新的科学家 把前面推翻了 在从前都讲定日 真理 现在没人敢讲这话了 新科技 土飞蒙进 可是 古圣先贤那一套东西 没有人能推得翻 孝顺父母能推翻吗 你想一想 你将来老了 你希望你儿子不孝顺吗 你不喜欢别人尊重你吗 这东西能推翻吗 能离道的英国教育推翻 人就变成禽兽了 实在讲 连禽兽都不如啊 禽兽吃饱了 都不害别人呐 所以今天只有 这外国人讲的 不是我们讲的 我们没这么大的智慧 英国 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波斯说的 要拯救这个地球 要拯救这个世界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 谁相信 谁肯干 不相信 不肯干 这世界没救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人类生存在 现前是最危机的 一个时候 许多人提出了严重警告 来日无多 要认真努力去念佛了 这个话讲的没错 更应该积极 去推展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宗教的教育 这四种教育 能救社会 能救世界 我们做了十年了 从99年开始做 虽然效果不是很大 带给我们强烈的信心 宗教可以团结 宗教能觉悟 我们希望宗教 彼此和目相处 互相学习 就能带给这个社会 和谐 平等 带给地球上居民的时候 真正的复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